接下来这个视频我将示范 如何关闭iPhone上的屏幕镜像 如果你打开使用之后 然后不知道或者忘记了怎么关闭它 那接下来我这个视频将能帮到你 我将一步步的示范 请你认真仔细观看完我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你给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下次更新不迷路 我每一天都在更新很多有用的视频 希望这一视频都能帮到大家 接下来我们将一步步示范 首先点开我们的设置 设置点开之后 我们点开我们的通用 然后找到隔空播放以接力点开 然后第一项我们给它点开 自动隔空播放之电视点开 然后我们把它关闭永不 这样就完成 然后返回 这样就搞定 非常简单 您学会了吗 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 请评论器给我留言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下次更新不迷路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